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大香港早晨》 回來第二次《大香港早晨》 繼續說說電影或者金像獎 我會比較簡單說 這是一個政治表態 這是一個評審或者電影工業界的政治表態 抗共 說不 時代產物 是的 你說得很對 一個時代產物 你說的政治產品還可以 十年是一個政治產品 坦白說 變成拍得好不好已經是 已經是沙沙石石了 如果要看的就可以去看 好的 拿了獎 大家會踴躍再去看一陣 其實對電影人不是好 如今不要說是做電影 你做全播已經是 很困難 窮到死 我們就想要負貨金 在這裡要什麼 現在大家都同坐同一條船 星島又這樣 太陽報又倒閉 阿士又接了 有誰出來這樣做傳媒 會叫做風山水器 加上電影是一個很大成本 很大支出的工作 如果給了獎給他 那就挺好 是 從一個很謹慎的角度來講 譬如說政治表態這樣說 接著有些人說 譬如林健岳 不知道昨晚是今天 就出來說 這個只是一個很政治的評審 不是很從電影藝術 專業角度去出發 都不能反對 我當是 你說不好 其實我也覺得不好 我又覺得對 林又覺得對 陳景輝也吵了 電影就是電影 不要那麼政治化 他籠統一點來講 就是這樣說 但這就是政治電影 如果他要政治地拿到獎 你都不能說 20年的製作團隊 你最多說評審 但評審要說不就說不 跟著 其實剛才BREAK的時候 聽眾和傾聰說得對 當年華視九位都拿到最佳的電影 這個擺明是一個政治表態 講開 你在做一份工作 就是拍電影和政治表態 其實我 我從來都很左膠 在這件事的態度 真的很狡猾 如果這樣說 因為政治表態 你就得到某些獎項 或者得到某些工作的機會 那是不對的 我想說這件事 這件事從來在我們的心目中 不論你說是黃絲帶也好 或者我們這些熱狗 我自己起碼從來都不認同 或者我們都不會這樣做 但這件事誰先搞起 就是陳正心和黃禎這些混亂 是你們先搞起的 因為他 因為他是政治 他是黃絲帶 他是何韻詩 他是黃耀明 他在金鐘 他在唱歌 他在海闊天空 所以就叫大陸那些 不要讓他做 然後就不能回大陸做 另外一個是黃安 搞台灣人 我想說 說真的 你這樣做 你難得 如果是這樣 不如一起跌到黎章 搞黎章摔角 那就搞黃絲 其實說真的 人家說 無謂搞人家賺食 黃絲套戲 其他人賺食 無謂阻礙 你先搞 有仇不報 既然你都搞 難得 如果是就照搞 其實在這些事發生之前 如果你有記得 我之前曾經在佔領的時候 我都很左膠這樣說 在黃絲 有些食肆 就說 如果你是支持佔領 進來就有八折 其實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佔領區 我在做節目 我說不好吧 我講真的 你打開門做生意 搞間地鋪 你晚上關了鋪 被人訂燒蛋就無謂了 我經常都覺得 將政治帶回家 真的好像又不是那麼好 搞到正常 搞到其他生活有什麼 大家沒辦法 一兩年期間 已經像一時被一時 大家政治都已經滲入了生活 其實我覺得都是不太好 不過是沒辦法 然後最後演變成 大家都政治表態 沒有說好不好 我自己覺得沒有說好不好 去到今天已經 另一樣就是 支持本地的電影人 你支持他 不是只得到獎 大家拿來振奮 大家Facebook很開心 就給個like 那就要付錢 那就要付錢 那就要付錢看 進場看 我們是不是要 又對 長口看 其實都是看長口 比如前兩天 我看杜汶澤的選路頂 是 我這樣 撞到時間 那就去看 那就支持 是 一個被政治打壓到要去到馬拉拍電影的人 那個叫做文澤 去拍一部電影 大家都很不容易 上拍到 那就去支持 那我看了 那我告訴你 值得支持 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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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好看 很厲害 很有政治意味 很發人心醒 絕地不是 但是好看 有娛樂性 那就去看 那就去支持 去付錢 實雅實此課金 給幾十元 一百元 八十元 還買個炮菇 那樣 炮菇不關杜汶澤 我想說 不是 我開始去到 雖然炮菇真的很貴 在香港吃過炮菇 四五十元 35元有汽水 電影中心 這麼便宜 不知道還有沒有加價呢 我吃六七十元 吃一個 然後 你一說這麼貴 但我又覺得 你不吃他的炮菇 他會倒閉 說真的 你百元買張票 其實有多少元 去到那間戲院 然後 他買的炮菇這麼貴 你不知道 他倒閉了很多戲院 倒閉了幾間 開始都要課金去支持 尤其是 如果你說講香港本土文化 那就支持 做個行動 這個也是一個行動 如果既然他政治意味這麼重 那就去支持 跟著想講 你說整個 想講文化抗共 其實本來一直講 不過我講一個 要講一個長 由十年 十年這個電影 不要講 不講他的內容 其實不用講他的內容 我覺得各有各解讀 譬如有人覺得 你拍這麼多個小故事 那你領盡 由黃絲帶溫和和理非非 去到自焚 去到這件事 都講 那你立了所有 政治光譜 立了政治光譜 立了非建制 非建制電影 這部雷動電影 立了 這樣你就傻了 到時任你解讀 你說你是和理非非 又可以 你說你是黃絲帶 又可以 你說你是熱狗又可以 那你 I don't care 其實在很多人眼中都分不出 在我媽眼中分不出 分不出我和民主黨的分別 說真的 他不會知道 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要緊要 這樣就走了出來 有一套非建制的電影 那 那就 糟了 想說什麼 然後去一下 我又停了 糟了 因為今天很混亂 你說有一套非建制電影 走了出來 那就大家 去支持 這件事 其實不用說那部電影 或者我先說一句內容 其實這部電影我沒有看 但是他忍生走出來 最後就是說一句 就是 什麼什麼 維時美晚 香港維時美晚 香港維時美晚 就是說 因為他這部電影 總的來説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還不奮起去抗爭 去說不 或者去和理非 什麼都好 總之去支持民主 你不做這件事 他的意思就是 金像獎狠在這麼多打壓之下 都頒獎給10年 證明 香港其實維時美晚 還有希望 是的 還有希望 他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還不站起來 還不走出來 這些很阻礙 你不走出來的話 十年之後就會發生 十年這部電影裡面的故事 就會一個一個一個發生 雖然你說 因為當中有陰謀論 裡面有一些故事很陰謀論 就是開槍的事件襲擊一些人 勇武抗爭是陰謀 是的 是建制派 我想說選路頂都有 這些橋段 都有 算了 不要緊 我無謂作為一個在時事或者政治的內行人去批評別人寫 那個故事 我也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 他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還不走出來 十年之後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十年後為時就二萬了 黃之鋒還說十年後 是的 我第一時間想到這件事 別人在說你不再搞 十年後就糟糕 黃之鋒說十年後就搞 十年後就糟糕了 十年後先搞 我不是罵黃之鋒 笑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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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下他而已 好了 說回另一件事 笑完了 我今早就想起 這麼奇怪 那整件事 那個文化抗共的意識在於哪裡 其實有電影 因為那個感覺是什麼 二月時報做了四年 或者其他的網台 報章 電台 其實罵政府也罵不少 是 你不會突然有一個很大的反應 那一集大香港早晨 嘩 罵政府 罵到臨離盡事 真是值得欣賞 即是大快人心 罵到哪厲害都不夠 哇電影 連電影都說這些 看來很厲害了 看來香港真的去得很嚴峻 看來真的要留意香港的時事 看來真的要看報紙關心香港 你知道香港很多港豬 看來也要關心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了 很傳播理論這樣說 你用什麼媒體去做傳播呢 但是效果不同 這個當然知道 其實媒體的本身 即那個媒體的本身 那個媒體的本身 其實就是傳播的內容 其中之一 即我放上大銀幕 就是大銀幕的了 你不會說 哇連《月經時報》都講政治 這句話 你講完都 人不少狗都廢了 但是 連電影都講政治 這樣就不同了 即是說 用電影這個媒介 還是用電台這個媒介 還是用網這個媒介 還是用報紙 還是用漫畫這個媒介 就是有不同的 對於內容是有不同的 或者電影就是內容 何況是政治電影 在於很多人眼中就是這樣 連電影都講這些 看來香港很政治化 這個是真的會發生 真的有這件事 那政治化到什麼呢 是政治化 大陸都怕了你 只是拍一套戲而已 拍一套戲 講一下政治而已 其實 我們說它是港獨電影 你不去到那麼盡 你說它是一個討論港獨的電影 你都爭取的 現在去到香港民族黨 有個年輕人叫陳浩天 剛剛讀完書 走出來說 搞香港獨立 這樣就民風喪膽了 草木皆兵 每個都走出來丟 現在去到 其實你自己的感覺 中共政權真的 很適合到一個地步 大陸的大陸都會碎 即是陳偉業 全部都是 豆腐 豆腐 即是說說而已 其實我都很猜不到 他們的反應是這麼大的 我講香港民族黨的出現 然後十年被提名 一提名 就說是不直播了 咬你了 到出了是最佳電影 大陸不報 然後你看蘇文鋒 然後又說 大陸媒體的名單 沒有了十年這部電影 直接沒有了最佳電影 去到這麼脆弱的地步 那當然要大搞 那當然要搞事 到處播也好 到處播也好 到處去講也好 要講這件事 除此之外 你看到就是整個文化輸出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 即是在於在香港的地方 即是你跟他講很多東西都沒用 你直接就用文化去入侵 總是成功的 即是你看李波就知道 是 你跟他講什麼人權主義 天賦人權 應該一人一票選什麼 民主開放 多元社會 普世價值 講什麼都沒用 你說習近平很多個女人 是 那他的政權就爭 那他就要拉李波 就撼動了政權 就撼動了 跟著另一件事 剛才我就是講 電影這一個傳播工具 就已經是混合了一種意思 即是搞一套政治電影 就會令人覺得 哇 連電影都講這件事 看來就是很厲害 這個就是那個文化宣揚 和文化輸出的力量 就在這裏 為什麼經常都講文化抗共 和文化建國 文化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種生活習慣 一班人經常都做那種生活習慣 就是文化 或者其實藝術都是來自這件事 即是再昇華 其實就是來自人的生活習慣 為什麼跳舞這樣 跳舞是什麼呢 為什麼他跳芭蕾舞跳到這樣 其實就是一班天鵝在那裡游泳的情況 就跳到盧David和沈殿霞這樣的樣子 即是誇張一點 或者家謬一點這樣講 去到一種在文化生活人的習慣的層面 走向推抗共 走去一個政治意識的宣傳 這件事你真的無可抵擋 跟星期五講 怎樣講港獨的一樣 你說之以理都好了 但是你去到一個在文化入侵的層面 你真的無可抵抗 其實就是講到那件事 去到今屆的金像獎 大家都很 其實整個氣氛 我沒有看 但是你看回報章這樣講 很本土 很講自己是香港人 十年拿最佳電影 覺得好像是一個香港自己的一個勝利 對於可能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對電影界 叫做吐口烏氣 我不是影響 又不是說被我拍片 真的欺負到我 欺負到我 真的吐口烏氣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反應 所以這件事 無可抵抗 其實不是說有沒有槍有沒有炮 是不是you know gun 這個問題 那件事你都可以硬生生和人陷 但是有些事情 說了出來入了腦 你真的洗腦都改變不了 就是告訴他們 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這種意識的人辱走出來 當然我是香港人這五個字說出來 其實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說我是中國人 好嗎 我看到你們這樣 我不想我變成你 其實是你們的不堪 不單止是香港人自我抬頭的一個表現 甚至是對於你的不堪 我都要反對你 我都要說不 其實就是一個站起來 而這一個很 其實這是一個沉迴身份認同的出現 我們當然是很早有這種意識覺醒 但是去到2016年的話 這個東西開始推到一個普及一點的層面 就是你開始要問自己是誰 要問自己這班人是什麼 因為你開始有矛盾出現 你過往十幾年 不論是阿匡這個年紀 我抱歉我們是瘦仔 即是適合畢業這個年齡 或者現在是中學生 或者現在是大學 你們一定是難免 因為難免就是97後開始接受教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很容易接收到訊息 就是我是中國人 同胞 血濃於水 我小時候都有接收的 因為華東水災 因為八九民運 接收的 大家都是中國人 龍的傳人 龍的傳人 但是你漸漸就走出一個矛盾 就是因為我看到很多大陸人 大陸女人穿對絲襪穿到腳眼而已 你Kristine就拉好了 我不是這樣的 你說我跟你都是中國人 你又蹲街 然後又霸道做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令人不適的行為 很粗暴 香港的政治氣氛 香港的利益受損 大家眼巴巴看到的就是可能疫苗 奶粉 自由行 少佑懷 周佑懷 周佑懷 然後你跟我說 原來你跟他是同一種人 然後你心裏面有個矛盾 你的心肯定是馬上樹紅上身 不可能是吧 可不可以不是 然後只要有人走出來說 不是啊 你是香港人來的 你不是中國人 我們有可能成為自己的一個 因為我想排除了 我不想成為你 而這件事出現 然後這件事出現 那些人就開始 其實前一兩年就開始了 可以說法西斯 你這樣對待自己的同胞 不夠多元 不夠多元 人家美國都不是這樣 又不包容 什麼人都有 但是你不認同 即是沒有這樣比 你不認同那套價值 或者是 難聽點這樣說 你不是人嗎 不是Exact 不是字面的意思 它不是Human Being的問題 而是 我真的很不想跟你歸同一類 那件事出現 因為我眼巴巴看到 中國人原來是這樣 然後當然 陳建輝也走出來 說不是每個中國人 都是鬼不知道 這樣 不是每個熱狗都是這樣 你都不會煩 很討厭 討論這些 就是很討厭 中國人都很好人 是啊 浪費了 你問三本一夫 伊達人沒有一個 我沒有說 你說什麼 下次就倒閉了 陳吉泰 我沒有看過那段片 又就好了 整個文化人肉走出來 你看到文化抗共的厲害的地方 文化建國厲害的地方 就是我們引育了一套文化 告訴別人 我不是你那一隻 我們是哪一種 你不是說找槍找炮 你就可以去消滅到的一種意識 一股風潮 而這件事 其實在更大的壓迫之下 會不斷再催生 但是 當權者就是這麼蠢的了 當有班人 你可以說是極少數 當經常都說一小撮人搞這些事的時候 然後你就瘋狂的形式 想去消滅他冧牙之時 去打壓圖書館入殘體字書 在教育上又說要學普通話 你老母學普通話 拼音而已 爆炸 不斷想在小孩子那裡入手 想在電影界入手 想在文化界入手 然後搞很多維穩的網絡 新聞又越轉簡體字去報道 是啊新聞 很多這些事情 其實你越再做 你越顯眼 當然你做得不高手 不高招 如果越顯眼 大家的反彈就越大 大家你繼續 你反而還幫忙 製造了這種區格出來 你就是講寫殘體字的 你是講普通話的 你是用那些拼音的 X JIA 你是用那些的 我們不是那些 你不斷製造這些 想去告訴我 我應該做這些 Sorry 你越做得多 我越發現我不是你 你越脫衣服 告訴我你是這樣 我才越發現 原來我 我有另一種身份 就是 去到這一種 做完殖民地 理論上 做完殖民地 做完了十六七年 十八九年 已經 做完了殖民地這麼久 去到十幾年後 開始找自己是誰 開始要找 或者開始死都不認自己是甚麼 即是否定自己是甚麼 當然 有些說自己是正宗本土的說 我們不應該找自己的身份的時候 是排除其他身份的 難免的 我覺得是正常的 小孩子學習是這樣的 小孩子學習就是要去尋找的 如果拿我自己個人的一個例子 就是 你問我美國人是甚麼 我一定回答你不到 我未必可以很清楚的 給你聽 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美國人一定不會說 TOMATO 一定不會說TOMATO 一定會說TOMATO 你明白嗎 即是 即是 本來我是死的 我不會說TOMATO 一定說TOMATO 即是這樣 即是 總之就是這樣 但我不會告訴你 美國人一定會做做做做這些 不會 美國人會說TOMATO 也挺複雜的 很自善 我理解 我會覺得 這是一種 當然是好事 這個是尋找自己 尋找自己 你說族群也好 自己這一班人 其實政治是 其實政治是一個身份的鬥爭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說 甚至我以前讀書 有個老師曾經說過 他說其實 有一套學說 但他沒有再深入告訴我 是哪一套學說 我也沒有再問他 他說 其實這個世界 有一套政治學說 是說 其實政治只不過是說 匿名 是 只是說 你說我是誰 和我說你是誰 和這件事是什麼 的鬥爭 這個領土是我的 那個是你的 或者你是什麼族人 我是什麼族人 或者你是什麼 那一套是誰 說來講去都是標籤 總之是標籤的鬥爭 有人這樣說 尤其是去我們 我們是殖民地之後 我們是後殖民的一班人 就是小島的一班人 理論上 尤其是上個禮拜太講了 很多殖民地經歷過解殖 為什麼解殖呢 其實沒有什麼就是 就是英國西班牙這些歐洲國家 受不了 然後你都面對民主化的情況之下 好吧 我給你獨立 或者他游泳找夠 anyway 或者他不是用一種政治手腕去殖民你 喂 如果這個地球有很多東西 我用什麼需要在你國家插我之旗 然後去殖民你 我用世衛也可以 我用食物也可以 我用IMF也可以 一打一路也可以 TPP也可以 我用荷里活電影也可以 我用AV也可以 想戰爭也可以 戰爭就真的插旗 但是我用經濟手腕 我用一些國際組織去辣你 去殖民你也可以 我殖民了你 告訴你這種疫症是怎樣 打這個疫苗 這個很clear 但是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 現在不是在用舊的殖民 好了 政治上解殖了 大部分國家 大部分國家都走向獨立的 不論是越南也好 不論是你說 印度 紐西蘭 加泰都沒有 沒有 沒有 這些國家都會走向獨立 但是走向獨立也好 他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自己是誰 為什麼 殖民難免 一殖民就說了一二百年 一二百年的文化 當然是被人滲透了 你越南很法國的 香港很英國的 其實 或者華洋雜柱 好像以前社會科那些東西 一樣是這樣 但是 又這麼說 其他的殖民國家 殖民地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很討厭殖民主 我很討厭殖民我國家 就是假設越南 我給法國殖民 我是最討厭法國佬 法國佬 是 我就是想說不是 我是最討厭法國佬 哇 他殖民到我們的越南很壞 又 我不知道 假設舉個例子 很多的政策 從經貿角度 可能就是 很多政策 對我們的越南人 對我們的不好 種旗子 吃了我的紮肉 假設這樣說 你很討厭法國人 但是難免你的生活 都很法國 因為他來了 他的建築 他的食物 可能他的教學 生活態度 都很法國 好了 到法國走了 你說 然後你是高夫 我是越南人的時候 但是你還是很法國 你那時候就會有一個矛盾 香港正正不是 香港其實就是 正正很有獨立的條件 第一 好現實說 英國對香港不錯 就是 最後幾年 或者最後二三十年 之前好不好 大家了解 幾好 香港有自己的貨幣 香港有自己的國際地位 世衛 奧運 亞運 都有自己的經濟地位 有自己的護照 有自己的護照 然後 剛才我說的文化 那樣東西 有自己的 你很討厭他的 成龍 你很喜歡的 李小龍 有這些文化輸出 甚至以前是 談到東南亞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萬事俱備 偏偏你老母 我英國人走了之後 來回一班大陸人 繼續殖民 偏偏香港是沒有辦法獨立的 偏偏有一起 但是這麼多條件的情況下 都是獨立不了 然後現在還說 大家都是中國人 尿你 你不會生氣 即是過來修割你的成果 哈哈哈哈 你又想理一下 激光剃毛之後 你忍了這麼久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偏偏有這麼多情況 好了 到了十幾年之後 真的 不要說什麼抗爭成功 至少大家都有個意識 由DNG事件2012年 由大家對於自己的了解 去找自己是誰 我就當這是一個開始 我就當這是一個抗爭的開始 去尋求自己是誰 去開始 這個是文化 去做一個文化抗共 去做文化向 去鬥爭 在文化層面 一個建國 那你有根也沒有用 即不是說GUN 不是說尋根那些根 你是有根也對付我們 何況我們現在有軍人 就是這樣 嚇死共產黨 嚇死了 我有英軍 小爺 就是這樣 但是今天 當然要放假 清明節 都要找一些 跟清明有關的人去做訪問 我們先說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就找清明師 是殯儀的 不是 找清明師 但是講教育的 我們休息一會兒